那我们白天是站着做梦 站着做梦 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我们才说原来都是假的 所以这个站着做梦比较久 久不久 很久 我们站着做梦都把那个 现象当成真的 所以应对的时候 都斤斤计较 对不对 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要不要计较 不要了 都假的 有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 晚上睡觉是躺着做梦 白天睡白天的做梦是站着 站着做梦 都是做梦 所以梦里明明有六七 所以我们在六道人回是不是在梦里 就是在做梦里面 所以晚上做梦 我们把梦境当成真还是当着假 假 我们做梦的时候都把它当成真 所以都一定会计较 跟我们生活一样 要梦也来梦 要打也来打 对不对 尤其那个 而脚 假如说没有伸直 那个被人家追的时候 还跑不动 所以在睡 脚还穿到顶 走 那个梦境里面很会跑 你假如说 你假如说脚是弯曲的话 那个在做梦里面要跑 都跑不动 走过去 走过去 醒过来会很累 所以我们了解说 那个梦境 我们都把它当成真 那现在在生活之中 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 也是做梦一样 我们都把它当成真 所以 这个已经正悟者讲 说这个梦里明明有六句 就是在讲这个意思 那往后 各位 往后各位要不要站着做梦 心要很宽广的 对不对 要跟真理相合 心都很宽广的 不计较了 不做梦了 各位就要了解说 我一落入计较 我就都在做梦